欢迎回到宝岛最有新魅力由台湾的节目现场 有人说家是最温暖的避风港 而居住空间也可以看出主人的性格导引 像是有屋主喜欢内敛简约的风格 有的则是喜欢追求精品质感 因此如何充分地将空间利用跟规划 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咯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为您邀请到台湾的知名设计平台 幸福空间的设计师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都会精品以及时尚风格的设计跟营造 首先先欢迎建阳跟大司设计公司的马建凯 马设计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比较靠近我这边的是 杨幻生设计公司的杨幻生设计师本人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都来自不同的设计公司 但其实在刚刚我们就是在进入节目这一趴的部分 在前面我们曾经看到最后一则新闻 是有关于现在就是 这个由吴济刚大师所操刀设计的房子 其实事后的成交价好像不如预期 所以有一个感触啦 感觉起来好像专业的事情应该让专业的人 虽然说其实服装设计也是一门非常专业的领域 可是其实房屋设计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我相信两位来自不同的设计公司 一定都会有不同的理念 我们先请这个杨设计师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您的这个本身就是杨幻生设计公司嘛 对 设计事业 这个就是自己名字 对 所以您的这个设计风格通常走向是怎么样 我们的设计风格大概是两个 一个是比较简约的精品的部分 一个是走的是比较奢华的旅馆的部分 所以我们公司大概会有两个方式的一个设计的主軸 那这个都会在我们现在目前的公司的案例 在旅馆的部分或是在住宅的部分都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算是简约跟奢华两种 这感觉蛮极端的 可是它融合的蛮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它两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主题在里面 所以你那讲简约加奢华是同一个作品喔 不是 这是两个部分 如果在住宅的部分可能会偏简约一点点 可是在商业空间或是在旅馆空间的部分 就会在奢华的空间 对 是 好 那我们另外一位来自这个 借阳跟大司设计的马设计师 那您的公司大概主轴是怎么样跟强项是什么 我们公司主打有两个风格 然后第一个是借阳设计 然后借阳是走比较时尚 冷调 黑白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第二个风格 我想要服务完全不同的族群 所以第二个风格是做比较完全对比 比较人文 对 比较自然 比较人文 然后一些像木皮啊 石木啊 比较天然原始的元素会进来 所以我们公司走的两种风格是完全对比的风格 对比的风格 所以就是可以针对不同的客群 针对他们需要去设计就对了 对 没错 那其实刚刚我觉得两位似乎纵振起来 都是走比较时尚 因为先前我们节目中中讨论过这个 就是常常大家 也许是对我们朋友最热门的 现在一个走向就是这个新古典 但是除了新古典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设计风格 感觉两位都是走比较时尚这边的 对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这样子的比较时尚或者是就像刚刚您讲的 这个低调的奢华 或者是简约的这种时尚感 要具备哪一些元素呢 我们先请老设计师 一般来讲每一个案子或是每一个住宅 我们接到的时候 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定制的方式来看 那就像我们买一件衣服的定制的方式 是每一个都是量身定做 然后这样子出来的每个课程 它都会依照自己的需求 我们会去充分的了解之后 会给它一个它适合它自己的风格 那每一个作品只要被定制过之后 基本上它有一些工艺在里面 有一些美感跟空间的部分 那这样子呈现结果就会比较 具有一个时尚感 也会具有比较带一点奢华的风格在里面 因为有很多材料的堆叠或是组成 它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呈现 它可能出来的是一种多面向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子的作品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具奢华的 或具时尚感的 或是具精品工艺的一个住宅风格 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精品风 尤其是刚刚我们刚刚也看到 就是吴季刚其实是设计精品服饰的 但也是有人欣赏希望 借由它在这个fashion产业 就是在时装产业上面的一些理念 去做这个衣服 去做房子房屋的建筑的设计 可是像我们可以看到 它刚刚的作品是纯白的 那说到黑白强项的可能就是 就我们马设计师这边 您的公司蛮常做黑白 黑白也算是这个精品跟时尚的元素吗 对 没错 然后除了黑色跟白色 你要再增加时尚的味道的话 像我会常利用一些灯光 对 然后会用铁键 玻璃 镜面 不锈钢 一些比较时尚科技的材质去混搭它 那你会增加那时尚感的味道 然后像我们要再增加时尚感 现在会结合到LED LED 灯喔 像我们对 我们现在就是主打 就是说我们希望一个住家完工 我们会有两种表情 第一种表情就是一般我们比较 自然的 自然就是一般的自然的灯光建造 去打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住在人里面是舒服的 那第二种表情就是 例如晚上夜主要宴客 宴客的时候 我们不要开自然的灯光 我们都开LED 然后可以设定一些变色 然后它就会自然有一些 launch bar的氛围会呈现 那就比较接近时尚精品的那种味道 所以现在LED灯我们公司 弄的还蛮多的 这真的是挺有趣的一个概念 因为以往大家就是一般的住家 我们很少会用到LED 对我们这种住家可能就是传统的白灯啊 白色的日光灯或是黄色的灯光 但没想到现在连LED灯也可以就是使用在住宅 而且刚刚其实我们在画面上的确有看到一些LED灯呈现的作品 那些是住宅吗 对住宅 可是因为住宅不能做的太商业 所以LED灯它可以做单一色 例如说你可以设定是白色 那你晚上可能宴客你想要有launch bar 对比较时尚的感觉 你可以再设定它单一另外的颜色 或者是变色 有点像渐变的那种感觉 对那整个白天跟晚上就呈现完全不同的表情这样子 那像有LED灯我们会看到那种会变色七彩的 对 那种适合坐在家里吗 就是局部点缀的话其实还蛮有味道的 像我最近做一些 像我最近做一个心意计划区的一个案子 像业主就希望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希望白天看起来他住是很舒服 那晚上他常宴客 对他可能有16人的大产桌希望宴客 那希望宴客要有一些时尚感 对精品的感觉 那我们就是用很多的LED 去营造那个味道出来这样子 对 那你讲设计是不是有没有补充 就是如果你要营造时尚感 还有没有什么PEPPO 还有没有什么像比如说LED变成亮点 或是还有什么东西 时尚感的话我们一般会搭配一些布置的部分 或是一些输出的一些 或是真品的一些画的部分 这些 画 对 画就是可能是 艺术品 艺术品 装饰品的部分 会让整个会有一个时尚感 再第二个是颜色上面 它可能颜色上的对比性高一点 那在这部分会让整个空间会呈现得比较俐落 那第三个就是灯的部分 刚谈了有LED灯的部分 那有些灯是小夜灯的部分或是B灯 一般我们在台湾的住家 壁灯一直都被忽略这一个部分 壁灯啊 是什么样的壁灯 这墙壁上的壁灯 或是台灯 桌灯 是砍在东西里面的吗 没有 这在墙壁上 砍在墙壁上 或是一盏利灯 或是一个桌灯 这部分其实就会让整个空间会比较时尚一点 那以往的设计大概就是天花板的灯 对啊 因为大家都以为是一体成型 对 那现在如果谈到一些较精品的住宅的话 它就细节会比较多 包含层板 我们置物层板上面的灯光的呈现 还有电视墙灯光呈现 还有其他的壁灯的呈现 这部分都可以让整个空间的层次感 会有不同的氛围 不同时间点 它可以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很好奇 其实我常常听到这个空间层次这个概念 但是我可以理解说 实用性当然我们一定要层次嘛 所以层次才会有房间出现 对 可是就在美观的部分 为什么要有层次感 一般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电视墙 我第一眼的电视墙的 可能是材质上的吸引我 这就是可能是层次中间谈层次 可能当我坐下来 再近看这个电视墙 所以我可能看到的是它的细节 灯光 第三个 我在时间再拉长一点 我可能坐在那边半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到里面一些工艺 一些小的沟缝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时间轴的长短 它可以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有不同的时间点来看的时候 它会觉得说它是有一个内容的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 甚至是刚刚谈的有光线的时候 从早到晚 或是甚至宴客的时候的光线 也都会出现不同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层次 所以我可以说层次其实等于是精致的意思 对不对 一种精致感 因为是不同的 我觉得层次是一个堆叠 它是一个不断的 可能是时间的堆叠 可能是材料的堆叠 那它会造成一个 呈现一个结果是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看它的时候 心里面都有不同的感受 那可能也刚刚谈的是 可能是工艺的部分的比较多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两位的作品 因为其实我刚刚还很好奇 就是我知道马设计师 您曾经有一个客户 他很喜欢钢的东西 可是钢在做住宅 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元素 是不是 对比较目前台湾的设计上 不锈钢用的比较没有那么多 然后其实我蛮多客人还蛮喜欢 我不是只有一个 蛮多 对我蛮多客人喜欢一些冷掉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弄的还蛮多的 可是住家人家会不会说 应该要比较暖掉才对呢 其实因为不是整间都是钢垢 就是像冷冰冰 像我们我做的案子怕太冷掉的话 像我们的建造会打有点暖色的灯光 所以其实有一些暖色的灯光去渲染在墙上 其实它就有暖的感觉 你就不会感觉整间是冷掉的味道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例子就是比较冷掉的光 可是它其实也有点暖掉 其实刚刚那面LED灯其实是蛮特别的 蛮突出的 对那一个LED灯是我们公司就比较独特的发明 然后目前市面上还蛮少 网状那样子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材质 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媒体一些曝光的时候 有很多的客人都特别指定 马逊医师我一定要那个屏风进到我家 不管在哪边 对我刚刚就在想说 这个屏风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有穿透性 可是又不是真的把你挡住 对而且它的灯光还有前后 有上下跟前后 所以你看它很立体 它不是淡一个平面 它是有前后去堆叠层次的 对我看起来好像是对有近有远 那像这种会欣赏这样的房子的屋主大概个性怎么样 其实这间房子就是我自己的 对我自己的住家 怪不得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你蛮喜欢线条 对我因为我做比较现代时尚的作品 然后像可能之前讲的新古典都是放一些家具 比较很多的古典奢华的家具去营造 但是现代感的话不能只有靠家具 如果你靠家具的话会太比较单调比较平 所以我还蛮着重线条比例的哪里哪里这样子 是好棒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就是杨设计师的作品 那杨设计师就是他刚刚有讲就是 在他的作品里面可能比较强调线条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殊的喜好 就在您设计东西的时候 我们比较喜欢的做法是 其实我们东西比较没有一些线条上的 一些变形造型的部分 那可是在本身材料的部分 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呈现方式 那或是在整个空间的部分 我们强调的是同样一个 现在这是住家吗 对 这是一个住家的 可是真的是感觉蛮精品旅馆的 对 这是一个巴士品的一个大的住家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个住家的部分 包括它的颜色都非常的深 它是用黑色的钢烤 因为颜色很深 所以我们是用亮面的钢烤来做呈现 那或是在食材的部分 我们也会用不同的食材 来做它的表面的处理 有粗糙的 有细节的 细的部分 或是像刚刚这个主卧的部分 这个光线的部分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里面颜色是深的 可是它用钢琴烤漆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亮的 所以整个感觉 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小 反正觉得它非常大气 没错 没错 因为它会反光 对 在整个空间的部分 进到这个空间的舒服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有点像招待所的感觉 因为它本身主人的需求 或者客房数都很少 它只是要一个大空间 来跟朋友做聚会交流的一个空间 包括它的主卧也是非常大 将近十多瓶的一个主卧 而且我们都用玻璃的方式 来做界面的一些串联的部分 所以整个空间起来 其实它就是我们刚谈的精品的部分 或是工艺的部分 它其实都是材料包含 里面用了非常多的镀态金属板 或是一些铁键的部分 都是做收边的动作 同样的一个门片 可能我们只是花一个木工就结束了 可是我可能花到有金属 有木工 有玻璃还有表布 就在一个门片上面 花了四个工序在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你在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 它会你不同的层次 不同时间点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它真的是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没错 没错 我刚刚真的看那个画面有感觉 真的是层次感很够 而且感觉起来质感 还有整个房子的气度都有出来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设计师 来到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另外两位设计师 也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何谓是精品工艺的房子